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种病听起来很可怕,但医生说不用治,去医院都是瞎花钱,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吗?其实不一定,很多病在医生眼里就是听起来吓人,实际上根本不用治,有点小病小痛就去医院,那就是瞎花钱。 但这是对医生来说,他们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有足够的能力判断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但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出判断,这可怎么办呢? 今天,堂堂就给大家带来了14个常常被误解的病,他们其实不用去医院治就能好。 一,骨刺,是人体的自我保护。 大多数人一听到有骨刺,就立即想到拔刺,欲把刺弄掉而后快,甚至常常会和骨猎联系到一起,担心是不是骨猎导致的细小骨刺。 大家完全被骨刺的名字欺骗了,骨刺其实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 广州中医药大学骨伤科医院骨伤三科主任医师张文才介绍,骨刺即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也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 而且,大多数骨刺并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比如进行减肥,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药物止痛等。 二,慢性前表性胃炎。 就是消化不良,绝大多数人都有。 据调查显示,慢性前表性胃炎的减出率达80%到90%,在医院,只要你接受胃经检查,几乎无一例外会得到这么一个最新级别的诊断。 慢性前表性胃炎。 临床医师很难见到胃12至长,胃间异常的正常胃经报告,所以几乎大多数人都有慢性前表性胃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白杨介绍。 事实上,胃经报告中的很多慢性前表性胃炎,只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或非溃疡性消化不良,并不是胃膜真的有了慢性炎症,完全不需要治疗。 如果饭后出现保障,消化不良时,吃点多霉片,多种益生菌即可缓解,并不需要担心。 三,甲状腺结结,95%都是良性。 另一个体检高频疾病就是甲状腺结结。 很多人体检,一查出有甲状腺结结就非常紧张,认为要马上治疗,非常担心变成甲状腺癌。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前主任委员滕卫平介绍,之所以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结的问题,主要是因为B超技术的进步,连三毫米的结结都可以看到。 事实上,1厘米以下的甲状腺结结完全不必担心,也不需做进一步检查。 绝大多数是良性的,更不会变成甲状腺癌。 大多数甲状腺癌是惰性重瘤,即它很懒,不爱转移,也不爱进展。 如果节节大小在1-4厘米,一定要定期做检查。 四,心脏早薄,没症状不用治疗。 心脏在正常跳动时,如果提前出现一些跳动,就像是演奏舞曲,节奏乱了点,这种情况被称为心脏早薄。 很多人认为,查出心脏早薄往往会和心脏病联系起来,认为要立即治疗。 事实上,花了一大堆钱,治了一个本无需治疗的病。 注意,心脏早薄本身不是病,多是心脏其他问题的伴随症状。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西内科副主任潘洪涛提醒,如果早薄是体检查出来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不用治。 即使要治,最好的治疗不是用药,而是因积极化解,疏导患者的焦虑情绪。 建议这些人平时少喝浓茶、咖啡等饮品,正常作息,少熬夜。 而如果心脏早薄症状明显,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抗心率失常药对症治疗即可。 5. 痔疮 熏洗作愈 俗话说十人九智,得了痔疮很难受,用熏洗作愈的方法就可以起到不错的治疗效果。 山东省中医院钢肠科主任白克韵介绍, 取经界、防风、苦参等药材煮水,再倒到一个能装五千到六千毫升水左右的大盆里,熏洗患处就可以了。 熏洗能有效减轻和消除患者的症状,尤其是眼镜血栓性外质,一般每天一到两次,每次熏洗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就行。 6. 鼻炎 每天用盐水洗鼻,淡盐水洗鼻是缓解治疗过敏性鼻炎最好的方法。 上海瑞金医院五官科主任蔡昌平介绍,用盐水洗鼻时,把面部扎进一盆温热的淡盐水中,用鼻子吸水清洗,或用洗鼻器。 盐水洗鼻时,盐水的浓度最好是生理盐水的浓度,也就是0.9%,因为浓度过高对鼻腔会有损伤,过低则不起作用。 盐水温度最好跟体温差不多,也就是36摄氏度到39摄氏度。 7. 关节寒痛 用电吹风吹 身体对着空调,电扇猛吹,时间一久,关节预寒就已疼痛。 既然是冷风吹出来的毛病,不妨用热风吹走它,电吹风就派上用场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针灸科副主任医师田清乐介绍,电吹风之所以能治疗一些疾病,大概类似于中医中酒的作用,即通过热刺激来治疗缓解疾病。 特别是颈椎,如果是关节猛然受寒导致疼痛,可以用电吹风进行热风疗法,把寒气逼出来。 隔着衣服吹,不建议直接对着皮肤猛吹,注意小心皮肤烫伤。 8. 慢性咽咽 用金银花泡水喝,得了慢性咽咽很难受,吃了各种药也不见好。 此时,用将金银花、鱼心草、野菊花、胖大海一起泡水,喝上一大壶,可以起到不错的治疗效果。 天津市公安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宏介绍,金银花、鱼心草、野菊花、胖大海均为清热解毒之药。 胖大海能清沸沥烟化痰,用四粒,金银花清热解毒,有广浦抗菌作用。 慢性咽咽,常有细菌感染所致,金银花可致慢性咽咽,常用量15克。 9. 单纯性肝囊肿,小于5厘米不用吃。 很多人体检查出了肝囊肿,就像得了肝癌一样,感觉人生无望,天度阴彩,其实大可不必。 肝囊肿大多是先天性的,即酿胎里带的,并且生长非常非常缓慢,多数人更是无明显症状。 如果不是体检时偶然发现,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发现。 浙江金华文荣医院外科主任师福田介绍,肝囊肿临床最常见的是单纯性肝囊肿, 主要是先天性肝内胆管或淋巴管发育异常造成的,是肝脏良性的病变。 由于囊肿伸长缓慢,大多数人无任何明显症状,一般小于5厘米的肝囊肿不需做任何治疗, 但有必要定期每隔6个月或12个月到医院做B超复查。 若大于5厘米以上,应该到医院接受治疗。 10.湿疹 一瓶润肤霜就搞定。 得了湿疹又痒又疼,很多人愁得不得了,辗转治疗散尽千斤也不见好。 然而,如果医生告诉你,对付大部分湿疹,润肤霜就行,你信吗? 其实,湿疹是一种有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皮肤过敏反应。 想要保护好皮肤,就得保护好皮肤的两层结构。 一层是皮肤角质层,一层是角质层外覆盖的一层脂膜。 看似普通的润肤霜既能更好地保护皮肤瓶,又能减缓自己反应。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人医师刘晓燕介绍, 抹润肤霜要遵循三原则,量足多次按摩。 量足,在用量上,针对皮肤干燥,患有特异性皮炎的孩子, 要使用超过平时润肤的用量,厚厚地抹上一层, 因为量大才能起到作用,一般一周就要用完250克。 多次,除了量足,还得每天反复多次,不厌其烦地涂抹, 加固保湿力度。一般而言,一天抹上4-6次才算正常, 并不是洗完澡才抹,不洗澡也得抹。 按摩。除了用对量,还得学会涂法, 否则三下五除二一股脑推匀,反会伤害皮肤。 正确地涂抹手法是,手掌手指形成一个扇形面, 轻轻地把药膏推开,轻轻地揉,按摩, 让润肤霜吸收得更均匀,给孩子揉得更舒服。 同时,揉搓还能起到一个止痒,按摩皮肤的作用。 十一,耳鸣难眠,泡脚加白醋。 山东省台安市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齐俊平介绍, 经常洗的耳鸣会令人心烦意躁,难以入眠。 最简单有效治疗耳鸣的方法就是, 在晚上洗脚的时候加点白醋, 就可以帮助你缓解耳鸣,甜美入梦。 睡前用热水加白醋募足, 每天一次,每次30分钟为宜。 水温在38摄氏度到42摄氏度左右为好, 把双脚伸进盆中,双脚来回搓洗, 不断按摩双足底的泳泉血, 直至干到穴位酸胀为止,然后擦干。 12.偏头痛 多吃寒美的食物 头痛不是病,腾起来真要命。 有偏头痛的人群经常靠止痛药缓解, 也没有根治。 治疗偏头痛,多吃寒美的食物就能够止痛。 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谷中医介绍, 近年来医学界注意到, 美离子可能在偏头痛发作机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对偏头痛的患者进行检测后发现, 它们普遍存在着低美的现象。 推荐,经常偏头痛的患者吃点蔬菜, 小米,桥面,豆类,香蕉,坚果及海产品等, 可减少偏头痛的发作。 特别推荐紫菜肝, 因为紫菜里含有大量的美元素, 有美元素的保库支撑, 而美对偏头痛有预防作用。 13.胃烧心 嚼花生调味液 不少人吃完饭经常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遇到烧心犯酸的毛病, 可以嚼几粒花生缓解。 取3-5粒生花生细细咀嚼, 慢慢咽下, 每日三次, 可调节胃液。 花生具有异味的功效, 生花生经过充分咀嚼研磨后, 会产生一种浆液, 可抑制胃酸, 减轻胃部压力。 14.灰指甲 用大蒜加醋浸泡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灰指甲听起来很可怕, 其实, 用大蒜加醋浸泡就可以起到治疗的效果。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皮肤科主任姚春海介绍, 灰指甲学名甲选, 为皮肤真菌感染所致。 陈醋和大蒜均有抗真菌作用, 估配到一起可用于灰指甲的治疗。 取老陈醋250克, 大蒜250克, 将大蒜捣碎放入瓶中, 瓶子以能伸进手为夷, 倒入陈醋, 浸泡一天即成。 将换有灰指甲的手, 用蒜醋浸泡每晚一次, 浸泡15-20分钟。 浸泡过程中, 蒜醋液必须慢过病假, 每次浸泡时间不可过长, 坚持三个月左右即可治愈。 看完是不是觉得学到了很多知识呢? 其实, 除了上面这些看似吓人的病之外, 还有一些病也是不用去医院的, 只不过, 那些病比较少见,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遇到罢了。 看完之后记得收藏起来, 然后告诉更多人, 别让身边的亲人再被忽悠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